市長怎麼看說 因為現在在新任隔魁的部分 那您又有被點名 那這部分有跟賴復聊過嗎 另外是因為現在也有不斷的傳出說 可能卓榮他也是一個人選 您怎麼看這個人選 那新當選的總統 他會依憲法賦予的職權 任命行政院長 然後去組閣 那因為520是新總統的就職日 我想還有 目前是在立法院 新的國會組成 要產生新的立法院長跟副院長 所以還是蔡總統 這個主政的期間 所以我相信人事的安排 新當選的總統 一定會依照憲法 來組成一個 這個最好的執政團隊 那在 總統當選人的 投票開票天 他也在國際記者會上有提到 他未來因應這樣的一個 新總統面對到的新國會 他會能夠來推動民主大聯盟 而且對於不管朝野的政見主張 好的都應該加以研議 那特別是有爭議性的議題 那不會急著推動 會先尋求朝野有共識 而社會最關心的這些政策來落實 那有跟賴副聊過這部份 賴副有跟您聊過這部份 賴副有跟您聊過這部份 我想在選後當然大家都會 對政局有一些交換的意見 因為我們就在同一個總統府辦公 也很常開會 但是我們現在的討論都不涉及到 未來的這些人事 最主要還是要在政府交接期間 因為我是總統府秘書長 那伊利有我在負責交接的業務 也在持續現在已經展開